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 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女人七种招财相 有车有房有积蓄 钱财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都相当中重要 毕竟财运关系着我们的生活 财富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人们都渴望自己是个有财运的人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财运 财运是好是坏 乃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情 乃是与我们自身命理密切相关的存在 那么在相学中招财的女人有什么面向呢 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 一招财女人面向 一嘴大且嘴角上扬 在女性的心里面 会把自身的外观美看得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未婚的女性 女性爱美同时也是女性的天性 很多的女性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樱桃小嘴来衬托自己的外观美 有的甚至去做整容来提升自身的美观度 更有的女性会因为嘴大不好看而给自己内心带来一种自卑感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追求这方面 嘴大有嘴大的好处 正所谓嘴大吃四方 嘴大的女性针对财运而言 往往比嘴小的人更有福气 尤其嘴角上扬的女人 能够给自己带来很好的财富 是一张千金难得的一张嘴 主才运旺 二双下巴 橡树中有言 风和众仪 旺夫新家 双下巴的女人一般看上去非常的老实憨厚 给人一种特别容易亲近的感觉 这种女人里边非常的善解人意 性格开朗大方 温而不躁 做事稳重 特别的好相处 为难得的富贵之命 但是现在审美往往以瘦为美 追求瓜子脸型 认为双下巴缺少线条之美 而想方设法的想要减去 但实际上 双下巴的女人性情笃实 对待爱情专一 心胸宽 特别的会为人处事 人际交往能力非常强 三 眉毛柔顺且长势好 眉脉代表了一个人的感情和理智 在面相中又称兄弟公或情愿公 代表了一个人对于感情和人际关系的态度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如果一个女人眉毛柔顺 且长势非常好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感性和理性并重 从外表上看上去 非常的有气质 性情温和 脾气不焦不燥 始终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 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 人缘非常的好 这种女人一般偏财运 比较旺盛 适合经商 四 鼻梁挺直 鼻准丰满 鼻梁又称事业工或财博工 代表了一个人的事业和财运好坏 鼻梁长势如何 不仅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运势好坏 一般鼻梁凹凸不平的人 大多情绪非常不稳定 性情比较暴躁 为人固执 听不得别人意见 所以在事业方面坎坷较多 而如果女人鼻梁挺直 鼻头饱满有肉的话 首先从外表上看 对容貌有很大的加分 并且为人非常的有主见 富有领导力和包容心 人缘好财运旺盛 有着很强的决断力和分析力 这种人事业财运极好 但是为人心高气傲 感情方面容易不顺心 五天庭饱满 天庭饱满地格方圆 这种面相本身就是 大富大贵的福相 而其中所说的天庭 所指的就是额头 一般额头饱满的女人 头脑都很聪明 做事情也比较圆滑 在结婚之后能够很好地处理家事 让家庭和睦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 老婆是这种面相 家庭生活会很和谐 男人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 挣钱 不用为家事操心 而这种面相的女人 则是会全力辅助老公 甚至会和老公一起努力 让家庭生活越过越富裕 六印堂开阔 一般印堂开阔的女人 心肠都很好 大都是心地善良 乐善好施 而且为人也很和善 心胸宽广 脾气很好 所以这种女人在结婚之后 很少会与家人发生矛盾 夫妻关系非常和谐 同时这种面相的女人 一般也都很好夫妻 她们在婚后 能够主动地照顾家人 操持家务 让老公没有后顾之忧 同时这种面相的女人 自身财运也很棒 如果自己去工作赚钱的话 收入不会比老公低 即使在家中做全职太太 也能忘夫招财 七樱桃小嘴 所谓的樱桃小嘴 就是嘴巴很小 而且上下对称 嘴唇也显得红润饱满 有光泽 这种嘴型的女人 一般都很好看 而且也比较有福气 因此她们的生活 一直都很不错 结婚之前有人疼 有人爱 结婚之后 不但家庭和睦 而且生活幸福 最重要的是 她们的财运很棒 不但自己赚钱很顺利 而且还能忘夫招财 让老公的财运也随之提升 往后的生活 自然是越过越富裕 二 女人招财制 一 眼边长制 眼睛周围长制 不单单好看 对于女人来说 更是一个很棒的制 因为眼睛周围的志向 代表兄弟和田宅有关的运势 因此不容小觑 应该多多关注 不管志是长在女人的眼睛边 还是眉毛边 都预示着未来会有很旺的财运 所以这种女人可以多做投资 即使没有出众的外貌 眼角边长制的女人 也能收获浪漫的婚姻 嫁入豪门的几率特别高 二 额头上有活志 额头上有活志的女人 在事业上能够有好的发展 所以这种志是能够旺财运的志 生活中可得长辈的帮助 额头与事业运 工作运有关 有良智可带来良运 但是注意自己修养及个性 不与上司 长辈发生冲突 当然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处理好夫妻之间的关系 因为额头上有活志的女人 若是嫁得顺利 可得丈夫的助力 财运只会更棒 三 鼻梁上有志 鼻梁上有志的女人很聪明 她们在生活中 是相当懂得变通的那种人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她们都能够很妥当的去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 鼻梁上有志的女人很有拼劲 她们什么都敢于去尝试 越是别人不做的事情 她们就越是要去试一试 所以鼻梁上有志的女人 财运会很棒 那些别人赚不到的钱 通通都会被她们给赚走 只是鼻梁上有志的女人 还是要提防着点小人 只要能够远离小人 那么财运只会一直好下去 四 耳珠长志 像学生讲 一个人耳珠厚重而饱满 代表她为人好道 热爱生活 家产丰厚 生活富裕 而耳珠长志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 富上加富 虽说耳珠有志的人 财运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女性需要注意 在耳珠上打洞 会漏财 特别是如果耳珠上的志被打掉 财运也会随之而散去 五 眉毛内长志 从面相当中来看 女人的志若是长在左边的位置最好 不但藏财 而且还会忘夫 婚后的事业发展 自己的才能都会比较出众 注定会在丈夫的事业上会有极大的帮助 而且在眉毛内长有极致的女人 她们个人的性格方面会比较低调 做事稳定 会帮助丈夫把自己的事业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个个都是上等好命 越是往后 日子也就会越好 六 左下巴长志 我们都知道因为志的位置不同 那么就会有左财右拳的说法 若是女人的左下巴处的位置长有极致 则说明她们个人的田宅 机制都会打理得非常的不错 家里的动产还有不动产 都会明显的高于常人 一生的经济实力会非常的强 少不得会得到财富 越是往后她们存钱俱财的本事 能力也就会越强 个个都是上等好命 七 后背右边有枝 女人后背右边有枝 这种志向表示资产雄厚 财多福后 位置在于后背右边的金甲骨下 接近几柱骨的位置 用自己左手能摸到右边金甲骨突起的那段区域内 这枝可是非常大富大贵的枝 所以称为十岁巨富之 十岁是西晋时期的大富巨富 好比现代社会里的首富 所以有这类制 无论女人或男人 都是有很大福气和富贵苍生 大多数女人可以在房地产方面做得很好 并拥有大量财富 如果女人能招财的 她们肯定是会受到不少男人的喜欢的 人们都是很希望能与她们有好的相处 想要娶她们的男人是有很多的 特别就是双下巴的女人一样的 她们的出生是很好的 真的能让很多人喜欢的 她们更是有很好的财运 赚钱是很厉害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